第一個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decay 或者叫Disintegration 帶來的能量變化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有Original有N的actom Half-life就是th 然後現在它就說時間就是兩個Half-life 問你會放出多少能量 同時間都給了一樣東西 就是說每一次的 decay 每一次的Disintegration 就會放出E的能量 一次 decay 代表一個N 如果有N那麼多的actom 如果加上N的DK 就會是N的E 但因為每個DK是一半 所以每一次是N over 2的actom decay 換句話說也是N over 2E的能量放出來 所以這裡就會N over 2的 energy 放出來一個DK 現在它做兩個DK 換句話說這裡就會放N over 2的 energy 而這裡只剩N over 2 換句話說只有N over 4的 energy 會放出來 兩個加起來就是Total energy 所以兩個加起來就會是3E over 4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各位同學希望明白 都已經解釋了 不管它是N? 等一下